Yahoo 哈喽哈喽,欢迎们好,我是花天 我是我这两天去的一波稻田 收了一波大米,你信吗? 哈哈,当然不可能啦,是在厨房里面 偷偷拿米缸里面的 那那那那那,今天就用厨房里的这一波大米 来搞事情吧 倒一点白胶和液体胶水,如果你只有其中一样 那就只加一样吧 拿一点洗面奶,再上一个打蛋器,把它们混合均匀 然后呢,一定要加上黄色色素 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对黄色,情有独钟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像蛋黄羹呢? OKOK,放入隐形眼镜护里叶和小树大水 这样我们的无棚沙蛋黄羹就成型了 一定要它软软的这种状态 然后呢,把我们大米倒进去 哇,这个硬中带点软的手感我要怎么形容呢? 我现在真的好想把这块屏幕打破 然后呢,把这一团泥递到你的手上 让你感受一下 竟然会有这么般的手感 不粘手又不掉渣 你知道它最适合怎么玩吗? 它最适合你晚上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 然后呢,拿出这一款宇宙无敌超级好玩的米粒尼 尽情的感受它异常满足的声音 哎,好像在烙大饼啊 好的,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款无棚沙的米粒尼的话 记得关注花田跟花田一起来动手哦 拜拜